你是孩子父亲 是 这个你拿回去看一下 都是关于怀孕期间要注意的事项 你用手机下载个APP 现在年轻人不都喜欢用这个吗 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让孕妇多休息多吃点舒服 好 谢谢医生 谢谢 今天产检的钱 好了 你不要掌口闭口都是钱好不好 产检那么大的事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是不想再麻烦你了 对了 不用在哪儿啊 怎么那么快就赶过来了 我在安先生的酒店 什么 你跟安先生在一起啊 你怎么不早说早说我就不 没事没事 反正我也没见到他 刘虎 最近我是不是老在工作上打扰你啊 真是不好意思啊 你现在赶紧回去跟安先生解释解释 要不我去找他吧 要不我去找他吧 你能营商什么啊 那些都是我工作上的事情 你顾好你自己就好了 还有啊我跟你说你别再老是一副欠我的样子 要不然我就 不是 其实 今天叫你过来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商量 我想来想去 还是觉得我们俩的这件事情不妥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啊 你妈的态度你也看见了对吧 我真的觉得我以后没有信心坦然去面对她 而且我现在呢 我已经拿到母医手册了 孩子也接上党了 我能够合法地生下她了 我真的不想 才这么这次地拖累你 你说完没有 没有 烈火 你有你的事业 你的梦想 以后呢 你也一定会遇到一个 真正适合你的女孩 你有太多太多的事情要做 你不应该把这一辈子 都耗在我身上 这对你来说真的太不公平 太不值得了 现在 趁一切都还没有成定局 你应该 在我身上把这一页翻过去 其实很多事情啊它没有那么困难 只要你想做你愿意去面对它 你看我现在不也好好的吗 你应该去过属于你自己的生活 我现在过的就是属于我自己 我想过的生活 你就是那个适合我的女孩子 你这一夜我不想翻 我也永远不会翻 你能替我想那么多 我挺感动的 但那是结婚以前 你要记清楚啊 现在我们结婚啊 天大的事我会扛 不要再用任何借口 把我推走了行吗 我现在以合法的丈夫的身份命令你 不要再想那么多有的没有的了 你就顾好你自己跟你的孩子就好 我会永远陪在你身边永远 留下来永远 你干嘛还对我那么好啊 我都不知道 该怎么报答你 报答我最好的方法 就是别再说那些没用的 走 走 建国 今天呢 我就正式来上班了 你还好吗 挺好的呀 你考虑好 给我分配什么工作了吗 我们之前不是说了 七星期酒店的事情吗 你说要考虑一下 那现在考虑好了吗 刘火跟毛鸭的事情 你应该知道了吧 你听谁说的呀 童话跟我说的呀 刘火的事情 跟我没什么关系了 天哪 别嘴硬了 我都看出来了 心里疼吗 这是什么按钮 你们两个都别说话 等我说完 刘先生 猫小姐 首先我要声明一点就是 我薛东娜 觉得是一个讲道理的人 的确 我非常地反对 你们两个在一起 说句不好听的话啊 毛小姐 你别介意啊 我觉得你真的配不上我的儿子 刘先生 我还没说完呢 但是呢 事情既然都已经发生了 而且毛小姐 她也还上我们刘家的骨肉 这个问题我非常地重视 于是呢 我昨天晚上自己想了一整个晚上 我认为 这个责任我们刘家必须得付 你看吧 我就说我妈 刘先生 请你别插嘴 既然呢 我同意你们二位结婚了 但是 我们刘家是非常讲理术的 所以在没有结婚之前 我希望两家人能够见一见面 一起来商量一下 拼金啊 嫁妆之类的事情 对 还有这个 这一份呢 就是婚前协议书 拿回去给你爸妈看看 上面呢 纯属我个人的意见 如果爸爸妈妈有任何想法 可以随时欢迎 我们可以协商的 签什么婚前协议啊 你这是 刘先生 这你就不懂了 结婚是两个家庭的事 而不是你们两个人的事 所以呢 这个问题 你不要再跟我再争吵了 你必须听我的 你没有任何的权利 那个薛阿姨 婚前协议书我可以见 但是 什么拼你嫁妆就不需要了 毛小姐啊 这是我跟你父母的事情 你只要负责安排我们 两家见面就行了 好吗 好 我安排你 我不去 妈 我也不想去 是流火他妈非要坚持 那是因为她不知道 你肚子里怀的孩子 根本就不是流火的 你有脸我可没脸 我说什么也不去 瑶瑶 没事 妈不去 我去 妈觉得没脸 我觉得有脸 哥给你长脸去 对 我也去 你俩敢 谁要去 我就把你们小腿给你打断了 妈 您何必呢 人家俩人都领证了 您管人家 那不行 听见我说的没有 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她明明知道 你肚子里怀的不是流火的孩子 她能接受你和孩子 妈 这个急不来 这得需要时间 你老插什么嘴呀 这个家谁说了算哪 那当然我 您说了算了 别废话啊 行了 我要说的话我已经说完了 我现在收拾东西 到医院看你爸去了 妈 瑶瑶 没事 哥去 喂 您好 我是流火 好 好好好 好好 麻烦你转告一下安先生 我马上就到 好 好 谢谢 拜拜 今天我为什么叫你来 你知道吗 知道 对不起 韩先生 前几次的事情实在对不起 因为我家里面的事实在 你家里的事我不管 以前的事我也不计较 我们做生意的 不讲过程 不听解释 只要结果 明白吗 明白 安先生 拜托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这一次我绝对不会再让你失望了 你世界上很多年轻人 一辈子都没有一个机会 所以这次的机会 你不要轻易丢掉了 是 你知道的 我已经少年 你年轻 你有思想 有憧憬 什么都不怕 我在你这个年纪 根本比不上年 两一个我最爱的女人 跟人家走了 我都没有勇气挽回 不过你要记住我讲一句话 你这个脾气也要看一下 成大事的人 要沉着住气 知道 我要说的就这么多了 不给你机会不是吧 从建国 赶紧去找他 赶紧去找他 只要你能够说服他 我可以再给你一起机会 我能做的就是那么多了 是 成大事 要心湖旁骛 懂吗 是 对不起 对不起 这是你画的我 这是你画的我 我知道 我知道 这次来找您特别的貌美 谢谢您能够见我 我看你们做生意吧 平常都很严谨 一丝不苟 每次看到您的时候都特别的严肃 希望您能够像他一样 笑呵呵的 就像您现在这样 你 我只是为了这个笑来找我吧 我不知道 刘火最近在工作上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但是我知道一定是因为我的关系 最近我家里出了很多的事情 他为我付出太多了 所以 你 刘火让你来的 没有没有 他都不知道 所以还希望您替我保密 果然是无事不登山宝殿 安先生 您能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 他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好吗 好 毛瑶瑶 我们能聊一下吗 你找我到底什么事 刘火把跟我有关的东西 都扔出来了 是你让他这么做的吗 我说不是你相信吗 我何雨琦这一生 只做赚钱的生意 但是这一年 我决定破例了 因为刘火这个赌注 我真的输不起 你明白吗 毛瑶瑶 你开个价吧 你说什么 我知道你已经有了刘火的孩子 你说你想要多少钱 何雨琦你疯了吗 五十万 一百万 两百万 给得起的我马上给 给不起的我会尽快给 拿着钱离开刘火 而且要把肚子里的孩子拿掉 我看不光是你疯了我也疯了 我今天赚在这儿受你侮辱 我跟刘火怎么样 那是我俩的事 我肚子里的孩子 我也会平平安安地生下来 你再这么瞒不讲理的话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 毛瑶瑶 这现在没有外人 你都不用再装了 两百万还不够呢 你想要多少钱 我终于知道刘火 为什么那么绝人地 离开你了 像你这种 用钱来衡量感情的人 很多东西根本就不会懂 这个我看看拿起来 可以了 哪里要打开 不行不行 她要拍太多首饰太麻烦了 这个呢 红色 红色群的这个 配这个 对 里头的 好 不错 喜气洋洋的 好 薛姨 我觉得你穿什么都好看 不就是见毛羊羊的父母吗 有必要这么认真吗 真你就不懂了 正所谓的人要衣装佛要精装 还有一点最重要的是 你先尊重你自己 别人自然就会尊重你自己 懂吗 我现在不明白的是 你怎么突然就接受这个毛羊羊了 不就是因为火哥犯了一次错误 那这一倍都在他手里了 我知道 这些我都知道 但现在我们不要谈这些 赶紧的 你帮我去房间拿一双黑色那个 到这儿的短靴 拿出来拿出来 快点啊 知道了 拾车 鸟燕 别磨蹭了 时间到了 还去不去啊 我不去 要去 你们去 你不去我们去这叫怎么回事啊 妈的话你忘了吗 我跟她一样没脸 这事你不说我们不说 她没人知道 就是啊 媳妇 人家不去那咱们俩去吧 咱们俩就全权代表了啊 到那儿你多说话 没问题啊 这话我可会说了 那咱俩走吧 走 走走走走 你们给我站住 去可以 但毛麒麟 你得给我保证 千万别乱说话 我往上 我去换个衣服 那你换 换衣漂亮点的啊 要不我出去找找 别动 告诉我 她们家呢 今天就是给我们下马威 如果今天你沉不住气 这辈子就别想翻身 什么下马威 搞不好就堵车嘛 难道我们是走路来的吗 好 就算堵车 不会打个电话呀 手机没电了 手机没电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来晚了来晚了 路上实在是太堵了 来晚了来晚了 坐坐坐 刘伟 刘伟 这是庆典母吧 是 大姐 您看这个 金脸相亲会 您家里要有未婚的男女青年 一定别错过这机会 金脸相亲会 怎么会是你呀 什么金脸相亲会 我怎么完全听不懂啊 你忘了 前些时候你在我们小区 在发那个传单 你还发给我一张 你说如果有需要的话呢 就可以打电话联络你的 后来我就听我儿子刘伟说 莫名其妙 入你们会十万块钱呢 那您绝对是误会的 毕人是跨国贸易公司的总经理 我完全不知道 什么什么金什么脸 是吗 是是是 我说呢 毛丫丫家 肯定不会做出这种 坑蒙拐骗的事 对吗 那是那是 妈 你说这个呢 对我想请问您是 我是丫丫的哥哥 这位 这是嫂子 那爸妈呢 刘伟 没跟庆典母说呀 说什么 那行我来介绍吧 我父亲的身体不好 在医院 我母亲要照顾她 所以她们不方便来 这样啊 长辈都没来 那我们还谈什么呀 长胸如父长嫂如母 我们来是一样的呀 不一样 毛家 怎么这点礼数都不懂 那那咱们一边吃一边聊吧 好不好 好 来来来 开始开始开始 来 看大人电话怎么不接啊 微信你不会 结婚照 好 火哥 你怎么这么傻呀 薛姨 你要不要告诉薛姨啊 你怎么啦 你怎么了 不舒服呀 没有啊 没事 真没事 真没事 对了 前两天你跟我提的那个 七星级酒店的项目 我同意了 真的 建国 你真好 这家牛排啊还真是不错 这个火候啊真是恰到好处 多吃点啊 你怎么办 都没有下来 有点 那是 你的 是 是 喂 姐 你在哪儿呢 我不知道 姐 我看到火哥和妈的结婚证了 他们已经结婚了 我刚才拍的照片发给你了 可是我不知道 我该不该告诉薛姨 她还被蒙在鼓里 现在正和忙碍的家人一块吃饭呢 要不然咱们直接去现场 揭穿他们吧 开火她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她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姐 你先别想这么多了 你先想想该怎么告诉薛姨吧 喂 姐 你说话呀 喂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刘祸 对了 咱们还是商量商量 什么时候让鸭鸭搬过去吧 还有啊 亲家母 现在婚礼的事情 咱们现在就得筹划起来呀 对 等等 首先呢 事情都没谈好了 我们根本不是亲家 第二 备份有差 请你 还有你 叫我伯母 第三 这些事情我必须要跟长辈们谈 请你们回去 把父母请到我家来谈 好吗 亲你们 伯母 伯母 您这话就不对了 这个 薛姨 薛姨 你怎么来了 薛姨 你被他们都给骗了 你看 这是什么呀 您怎么翻过东西呢 霍哥 我是给你整理床的时候发现的 你们都领阵了 妈 都结婚了 对不起啊 够了 毛鸭鸭 不要再给我装可怜了 毛鸭鸭 你太厉害了 剩一个圈套 让我乖乖地钻进去 你太有本事了你 芽芽 这怎么回事啊 你们结婚的事 伯母不知道啊 你也够了 什么国际贸易大经理的 你就是发传的那大骗子 现在连同妹妹一起联合起来 设个圈套 让我们伙儿跳进去 明白了 一早就串通好了 计划好了 来骗我们是不是 走 回家 妈 妈 这是我瞒你的 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跟他们真的没有关系 我再问你一遍 走不走 不不不 你们别走 要走也是我们走 阿姨 对不起啊 给你们添麻烦了 以后我们家 肯定不会打扰你们家的 哥 我们走 走什么呀 都别走 一家人有什么问题不好解决的呀 伯母 她是岁数小不懂事 回去我就教训她 哥 你能不能别说话了 我们走行不行啊 你走不走 坐下 好 我们先走 有事下次再说 这么一大桌子踩不吃浪费了 吃吧赶紧 毛继练你还能吃得下去啊 你不吃浪费了 吃吧 也是啊 咱把这些菜都打包了吧 打包 好好好 是他们结的账吗 像我 像什么话这简直真是 我跟你搞得一头入水 留火 刘大人 我真的我 我一肚子的牢骚 我必须要跟你讲 你说 你让我接受毛鸭鸭 我 我接受了 但 但并不代表我真心接受 就是因为你我爱你我 愿意跟他们家人见面 我花了这么多钱 起来这么一大桌的人 结果呢 全是做的是小笨 她妈呢 她爸呢 她的长辈呢 每一个出来 她看得起我们吗 她看得起我们吗 她有把我们放在眼里吗 还有 还有 领震 了不起了 翅膀硬的 自己有脚规去领震了 领震也不跟我讲一讲 我多丢脸啊 我永远都是最后一个知道 先掌后咒 你太了不起 谁教你这套 毛鸭鸭教你的吗 我可不可以 我真的把我系的头发全站起来了 你听到没有啊 刘虎 对不起 刘虎 对不起 雨晴姐 你怎么一直不接电话 我都担心死了 这些 不是火哥正调的那些东西吗 这是我们七年的回忆 你就这么给扔了 我 刘虎她不要我了 雨晴 姐 你别这样 只 只要我们不放弃 他们肯定会分手 火哥会回到我们身边的 我们 何来的我们呢 我跟刘虎的情感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为什么千方百计的要扳倒毛鸭鸭 你以为你的心思我不知道吗 你说 你喜欢留火多长时间了 一年 两年 三年 是不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你也在背后算计我 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 你看见你喜欢的男人跟别的女人在一起 你心里难受吗 罗小青 你醒醒吧 她现在连我都不要了 跟她在一起七年的我都不要了 她会要你这个农村的小丫头吗 对 我是喜欢她 我从尽留家的第一天开始我就喜欢她 你们在一起七年 你们那么般配 你们那么般配 而我呢 我只是一个小保姆 我知道我自己根本配不上她 我只是希望 能够在她身边待着 可是毛鸭鸭呢 她凭什么那么轻而易举 就获得了火哥 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 我都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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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够在哪儿 你还是要上我 你大人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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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丫丫 你怎么回来的 我回家去 我掐呀 我不回来 我们去哪儿 这是吃饭的发票啊 你这得让刘伙给我们报了 抱歉 我给您报 拿你的钱干吗呀 我们找刘伙去 报什么呀 哥 你有点眼力加行吗 他们现在把我们一家人 都当骗子了 你还好意思找他要钱 你不是找妈妈 这事赖谁呀 那不赖你们俩吗 你说结婚这么大的事 你们擅作主张 人家家老人发点脾气 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你们解释解释不就行了吗 解释什么呀 我现在这个婚结得对不对 我都不知道 我怎么解释啊 哥 我求你别仓和这事行吗 反正他们家我是不会住的 你这丫头脑子是不是有病啊 你现在怀了身孕了 咱们家就这么大点的地儿 咱爸住院的也需要人照顾 将来你挺着大肚子 谁伺候你啊 毛希林 我不会占你的店 我也不用你伺候 我毛燕燕可以靠自己 我大不了 我出去住行吧 行了 你们俩这说的都什么话 少说一句 别管 你这孩子从小就这样 你去不去 我不去 去不去 我不去 这不都为你好吗 你怎么这么倔呀 好 你们不就是嫌我待在这个家里的事吗 好 我走 我走还不行吗 鸭鸭 沙小婷 回来 来 这鸭鸭还怀着孕呢 出去外有点什么事 这可怎么办呀 什么都不懂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舍不得鸭鸭套不着留火 我婚都结了 症都领了 你能不能不要那么烦 我都快烦死了 我也不想烦你 请你也不要烦我 但起码 你得给我个说法 那个毛鸭鸭 也必须给我个说法呀 你到底要什么说法吗 我不知道 你跟毛鸭那些乱七八糟事 我都不想听 我都不要管了 但起码你们结婚 你们领证 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你心里面 还没有我这个做妈的呀 结婚是我自己的事情 为什么我不能够自己决定 法律都没有规定 成年人结婚 要父母同意吧 好 你要说法吧 不对 我领证 没有第一时间告诉你 我不笑 我没有把你当妈 行吧 对不起 什么态度啊 你这样在跟妈讲话吗 你这样算是道歉吗 好 翅膀硬了 会随便找人结婚了 是不是 自己会去领证了 会娶老婆了 了不起嘛 干吗 拿着衣服啊 家里走 对 现在心里面只有毛鸭鸭 一心就想见毛鸭鸭 去去去去去去 去见你的毛鸭鸭去 这里不是你的家 你跟我走 去家里的毛鸭鸭去啊 但是干什么呀 这儿不是你家 别给我回来 刘火 刘 还真是你 我还以为我认错人了呢 黑心半夜的你不睡觉 你出来溜达什么呀 那你溜达什么呢 我 我巡逻 巡逻你喝酒 你看这天多冷啊 我被暖暖身子 你来一口 你 你来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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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句话我一直想问你 你说我这桃花韵 怎么一点都没有啊 那你说你 怎么那么招女孩子喜欢呢 要说 要说咱俩 咱俩这摸人也差不了多少啊 你 你说 你说我这缺憾在哪儿啊 你跟我说说 我看你物馆半年轻姑娘挺多的 怎么会没有呢 不懂我 你不懂我 你一点都不懂我 我心有所属 谁啊 小青姑娘 完了你 我让你少喝 你这个身子不行啊 太虚啊 你 你都楼了你 我说出小青来了 怎么了 你这么大反应啊 这话 可不能跟外人讲啊 这是咱俩的小秘密 那你跟我说干吗呢 你跟小青见面的机会多呀 你说 我们俩有没有可能 我 我们俩 我们俩有没有可能 酒没了 我该走了 这 这酒没了 这酒没了 我不管办还有的事呢 还有辞职呢 你跟我聊会儿 你跟我聊会儿 你跟我说我们俩有没有可能 来 你说 甲青妹我们是不是有点点心 我从这装处上 找点英文风格吧 嗯 我知道 有没有一群柳小青呢 我 你就是我火力 我是你宝兄 以后咱们兄弟相撑啊 我发现了 我黑心 你认识 我会走 你快走 那我 有没有事 我去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